法国奢侈品巨头开云集团就宣布了 2022年秋季全面停用皮草 旗下像是巴黎世佳还有圣罗兰 都不再使用动物皮毛 另外的LV直接把包包做成了 立体鸭子的造型 对待身上是相当逗趣 但是要价不菲 一个包要你台币12万元 熟悉的经典logo纹 还有五金扣环当眼睛 包包直接做成立体鸭子造型 看上去就像把一只鸭子背在身上 相当逗趣 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 还有这个 两只老虎不只跑得快 还跑到经典皮箱上 甚至连外套背后都印上老虎图案 知名奢侈品牌2022早春系列 大搞动物趣味 时尚不时尚见仁见智 但大厂都得拼转型 模特展演前卫时装 拉开品牌大秀序幕 法国奢侈品牌开运集团宣布 在2022年秋季将不再使用皮草 包含旗下巴黎世家等品牌 加拿大东一品牌Canada Goose 在2017年曾因为使用土狼皮 饱受舆论抨击 随后知名奢侈品牌Gucci 许多名牌服饰与包包 使用可回收的锯纸材料 取代皮草成为趋势 可减少六成碳排 而运动鞋品牌也改采天然橡胶 有金棉制成 珠宝则有仿造的人造宝石 渐渐取代逐渐消耗的真实矿材 时尚奢侈品牌面临重大转型 在资源日益稀缺下 更要符合现在环保趋势 动森财经新闻 许日正宇家号综合报道